今儿我家有一件大事 我的狗狗犯个四岁了 第一年生日是给他买的现成的生日蛋糕 第二年是做的生日自助餐 第三年我因为波波生日都没给他过 但是毕竟他有个手工博主的嘛 所以今天四岁生日 我决定亲手给他做一个专属生日蛋糕 这里面都是蛋糕上的小配件 气球是长这样的 还有一堆的可爱蜡烛 第一步选几样狗狗爱吃的东西 洗干净去皮切碎后 该煮的煮该蒸的蒸 对了想要西兰花更翠绿的秘诀 也是加一点橄榄油哈 都蒸熟后除了火龙果切丁 其他的都打成泥 没有蛋糕模具就用饭哥吃饭的碗嘛 大小也刚好 铺一层保鲜膜 这样更容易脱模 把各种蔬菜泥和肉泥平铺上就行 压得实一点不容易散 脱模的时候倒扣在盘子上 淋点酸奶代替奶油 你们家里的狗狗如果乳糖不耐受 可不要放酸奶哦 再来点火龙果 把各种小装饰放上 好可爱的生日蛋糕 范宝贝生日快乐哟 妈妈希望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不要生病 再陪妈妈二十年 你能不能理理我呀 范哥已经等不及想要吃蛋糕了 吃吧吃吧